欢迎们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中国共产党分裂 张国焘在习康 搞了第二个中央 那么 林玉英回 作为共产国际的 一个代表 竟然神奇的 出现在了 黄土地上 你觉得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GPS 红军长城走到哪了 谁知道哪个方向 谁知道 这林玉英竟然神奇的在 这个黄土地上 和红一方面军 竟然碰上 这是先人指路 冥冥之中 你不承认 有一种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在那个时刻 他就 垂青了毛主席 垂青了毛主席率领了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他们和林玉英 碰了头了 见了面了 那么呢 面对着已然分裂了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怎么样结束 这种局面 然后达成中共的 重新的统一 包括中国工农 红军的 重新的统一 那么林玉英 做了 应该说是历史性的工作 那么我们上一节说 林玉英来了之后 和毛主席 张文贤他们沟通完之后 这个应该说 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得非常正 平易近人 和爱可亲 一点也不像那种 共产国际下来的 亲战大臣一样 一直气使 跟张国涛就递了话 告诉张国涛 我们上一节说 两个事 第一个就说 你们无论怎么闹 都经过共产国际同意 是不是 你们跟共产国际联系不上 但是我有密码 我把密码带回来了 在这了 这是第二个诱惑 这是一个诱惑 还有一个诱惑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带回了 共产国际的最新的指示 那这个最新的指示 主要是指什么呢 主要是指这个 共产国际 当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比如希特勒呀 崛起呀 什么欧洲的变化 那么呢 这个调整了 这个共产国际 对于各国共产党 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方针 而 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政策改变的基本能力的同时 这个林玉英还向张国际传达了中国共产党 驻共产国际的这个代表团 当时王明为首 根据共产国际这个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精神 起草的这么一个 为抗人救国告全体通报书 这就是中共党史上 曾经很有名的八一宣言 这是王明 他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起草的这么个东西 那么这个其中呢 要点是什么呢 要点就是说明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这是鲜明的提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那么呢就是 应该说是取消了或者说否定了 那原有的苏维埃运动 土地革命口号也不再提了 也不明 这些老大喊着打到蒋介石 甚至呢 也都不是反减抗日 而是连减抗日 提出了抗日联合政府 一切为了抗日等等这些个基本的内容 那么 那个时候啊 回了前途未谱 能不能找见共产党啊 什么都不知道 一路之上 不知道碰什么人 严家盘查什么的 所以 这个东西不能带在身上 要带在脑子里面 这个林玉英当时 把整个的这个八一宣言给背下来 全背下来 记在脑子里面 然后我说共产党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啊 真是不得了 林玉楼1938年39年 林玉楼去苏联的时候 毛主席让他到共产国际汇报一些事 包括跟苏联汇报一些事 也是这样子 毛主席连着几天几夜 找林玉楼谈话 跟林玉楼说的所有这些话 就让林玉楼 你全给我记在脑子里头 然后到苏联区 汇报过去 那林玉楼的脑子就能坐到这一条 那时候的共产党人 真是英姿勃发 你像现在他嘛 垂垂老义了 上来记这些东西 主要的内容 八一宣言 那就是停止内战 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停止内战 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阵线 对抗日本的侵略 那么这两条 其实对于这个张国陶来说都极具诱惑 那么 说完这两条之后 林玉楼又告诉他们 说中共现在的你们现在各执一词 是不是 这个这样的一个分裂状态 必须得予以解决 然后他告诉说 事实上呢 这个现在陕北到陕北的这个 这个同志们 他都不说中央 他跟张国道说 陕北的同志已经同意了 这个我的建议 然后呢 就是 无论是陕北的这个同志们 还是你张国焘 你们双方呢 都叫中央 但是以后呢 你们都不要以中央的名义 去命令对方 那时候 毛泽西他们给张国焘那时候 以中央名义 张国焘那时候第二中央成立以后 给那个陕北 北上的这个原有中央打电报 什么也都是命令 哈哈 以中央 以中央的名义 林渊 别 别这么整了 别这么整啊 这样 啊 你们呢 演戏西谷 都 别把自己当中央 然后呢 我 给你们 双方做一个中间人 做联络人 啊 然后呢 这个 通过我 啊 这个沟通一下大家各自的想法 哈哈哈哈 啊 然后呢 尽快的啊 寻找不同点 啊 大成统一 尽快的结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那个说到这个根据中央的 大家研究的结果 张文天这个时候呢 啊 也致电张国陶 啊 张文天的时候主要负责 这个这个 总书记也好啊 还叫负责人也罢 啊 但是这个电报的内容啊 就签 就就就就 这这身段就放下 啊 也放下 张天给张国陶的这个电报里头 那是这样说 说双方各自展开新的政策活动 等到适当的时机到来 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 哎 你看这姿态就放得很低了 嗯 很低了 就是给这个张国陶一个印象 就说这个 尽管我开除他们党籍了 哈哈 要通缉他们了 啊 但是他毕竟抓不着人 就是 人家现在给我来电报呢 哎 基本上跟我平起平坐 这么个架势 取着这样一个平等姿态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张国陶觉得自己也就不好 啊 共产国际派人也来了 是不是啊 人家也这个姿态了 我要再呢 再以中央自居的话 并且你这个中央 他那是伪中央了 是不是啊 啊 你实在是 没法把这个局面再围维下去 啊 于是呢 张国陶呢 也就 借坡下这个旅 最后才解散了他自己的所有的第二中央 啊 然后呢 说那我就是中共的 西南局吧 啊 啊 中共的西南局啊 啊 那时候都叫这个局呢 还是西北局呢 是不是 都叫这个局 那个局 是不是啊 人家红一旁边局都叫闪干支队了 是不是啊 哈哈 啊 人也没 人家事实上也没有否定你红军总司令部 是不是啊 那么说关于这件事 张文天啊 张文天这个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张文天在一九 三七年的 三六年的一月初 一月二 一月下旬啊 这个发了一个电报 说这个 呃 四旁边军 啊 就张国陶女那边 四旁边军那边呢 可以成立 西南局 你们呢 成立西南局 然后呢 直属呢 共产国际的代表团 嗯 那么呢 暂时 你们啊 就以西南局的名义和我们 咱们两下发生这种横向的关系 而不是垂直的领导被领导的关系 建立 彼此发生这种横向的关系 啊 所以呢 就有评价了 说张张文天这份电报 基本上就是有着一个原则 啊 像张文 张国陶他们释放了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 就是 哎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 这个 没有啊 承认张国陶的所谓的第二中央 就是说还是保 维持了 呃 原有中央的这样的一个 呃 应该说 这样的一个 一个原则 这个大原则 啊 还是接受 中共中央啊 还是全党的最高的决策和领导计划 但是我跟你说话 我不以中央的名义跟你说话 是不是啊 啊 那个 你叫西单菊 啊 我们之间就是以这样的关系 发生关系 啊 同时呢 又承认了一个现实 就是什么 就是你毕竟有几万人枪 你们也还是 叫共产党 尽管成立第二中央 但也是共产党的中央 是不是啊 啊 那么呢 我们也做些妥协 我们也做些妥协 呃 所谓的以张文天为首啊 啊 毛主席啊 周恩来这些人 这个共产党的中央 就 不以随直的方式 啊 去领导你四反面军 我们之间 发生平行关系 啊 发生平行关系 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 无论是张国焘 刚才说张国焘那个说法 还是说这个 张文天的这个说法 事实上呢 这两种说法都 事实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道出了一个曾经的历史的事实 什么呢 就是 嗯 为了结束这种 啊 这个 天有二日的日子 为了结束中国人党 这样的一个分裂的局面 那么 也为了迫使张文天 放弃他成立的 所谓的第二中央 那么事实上呢 当时的中共中央啊 毛主席张文天呢 也事实上呢 做足了姿态 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啊 毛主席当时甚至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啊 说为了结束这种局面 为了让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啊 组织上可以让步 让步到什么程度呢 说可以让步到四方面军不一定受我们指挥 我们可以让步到这种程度 啊 这就是我们说啊 政策和策略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啊 在策略上啊 当时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确实是啊 表达出了足够的诚意啊 然后呢 也释放出了这个足够的这样的空间 啊 当然了 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那个时候经过分裂的时候 张国焘成织第二中央也好什么也罢啊 对说红四方面军还有几万人枪 跟着张国焘 跟着红军的总四面目 你事实上那时候的 这个北上的中国中央啊 你要想指挥四方面军 事实上你也指挥不了 是不是啊 人家也确实不听你的 啊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 眉目这个虚名 中共中央的虚名 当然了 也就避免了可能的 啊 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避免啊 继续招来石户 是不是啊 啊 那么 就在这样的一个 林玉英居中调节 双方各自让步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回旋的空间 啊 那么当然了啊 后来这个最后的结果啊 一切都达成了之后啊 四方面军二番区也会会失了 最后呢 任密石贺龙他们的工作啊 让张国焘也就啊 被迫放弃了第二中央 然后呢 两路大军啊 这个啊 北上 又过了一次草地 最后实现了三军的 会失啊 结束了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攻农空军的分裂局面 嗯 那么到了山本以后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是不是啊 那就言归正传了 啊 到了山本以后 张浩啊 就林玉英 不就是跟张 张 跟张文天 这也就 该怎么聊 怎么聊了啊 啊 林玉英告诉张文天说 现在陕北方面 军事和党务 军事方面的工作 由毛泽东负责 党务由张文天负责 毛泽东当时是中央的军委书记 军委主席 啊 啊 张文天是 中共的这个总书记 啊 林玉英说 他们俩是一个管党 一个管军队 我我呢 林玉英 我本来就搞工人运动 出身的 是不是啊 说我呢 做中共中央的职工运动 委员会的主任 那么林玉英就告诉 张文涛 说目前最重要的是 抗日统一战线 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到了当时期 再行召集一次 中央的扩大会议 解决党内的问题 那他说哎 你回来了 啊 好了 我跟你说这番话 作为一个联络人 作为你们两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联络人 我的使命完成了 那么你回来了 好了 我就跟你做一个交代吧 哈哈 我这使命完成了 啊 我要撤 这样的交代 什么交代呢 就是中共 还是以 共产党 党务 还是以张文天为首 军事工作 还以毛主席为首 那你张国涛 你就明白了吧 你应该怎么样 在这个基础上去 琢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这样的地位和角色 忠不得张国涛 你回来了就好 但就忠不得你了 那么 分裂的局面结束 双方的争执 这个当面罗对面鼓子这样的争执 这个分情抗礼这个局面已经结束 那么呢 这个 事实上呢 那个时候从毛主席 这个角度来考虑 还是那句话 毛主席这辈子就是这样 这个 孔丁东 这么多年哈 经常有一个 他的一个观点 就毛主席 毛主席一声反极左 毛主席这个人 一声反极左 我始终觉得 孔老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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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是正确的 确实是如此 毛主席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初心不改 但是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声音线 是吧 毛主席对于这个东西的运用 那 加清救赎 炉火 纯清 那个境界 那是那一代人里面 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里面的无处其有的人 谁能够 比肩毛主席 啊 在这个问题上 毛主席就是一生都是绝身而去 他的所有的一些同事们 也只能是看着毛主席远去的背影 然后就怕自己跟不上 而已 那么 张鲁涛回来了以后 结束这样的局面 嗯 那么 对于 这样的分裂 中国共产党的 如此重大的这种 这这这这这这这种 错误 甚至可以说的罪行 你不清算还了得吗 你怎么带队 怎么带兵 怎么领导这个党 是吧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经过一个时期的过渡 尤其是西路军失败之后 张国焘失去了 他在中国共产党内讨价还 价的这个基本的本钱 那么 解决党内 这次分裂的这个问题的时机 也就到来了 那么随即 中国共产党内就开始了 对于张国焘路线 错了 清算 这是张国焘 自作孽 不可活 他犯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如此严重的罪行 那么 他就要接受 这个党 对他所做的 种种的 清算 那么 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 提到了一个西路军的概念 提到了西路军失败之后 张国焘本钱也都没有了 那么呢 顺便就说一句 因为张国焘的这个 我的回忆里面 他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呢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 我上一节说 右派公知说 毛利局要消敏一己 要假借他人之手 借刀杀人 要把四方元军 要给消灭了 我说他妈的 这是 这是昏了头了 才能说出这么 疯狂的这样的 这样对历史的 意象 那么关于西路军 整个这个决策 我们就不展开了 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大传 但是呢 西路军的问题 我们在诗帅诗说里面 徐向前那张杰林 我们曾经有过一番论证 就是西路军 组建到西征到失败 整个的这个决策 这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决策 以前不都说 我们是毛泽东负责吗 要为这个历史负责 然后指挥西路军 目的不明碎 然后飘忽不定 怎么怎么样 让西路军无所适从 然后导致失败 一毛论 种种不都出台过了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西路军 是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在《诗帅诗书》里曾经有过论述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里面 尤其还补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什么呢 就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 林玉英回国之后 给张国焘的这个电报往来中 曾经转达了一个指示 什么指示 就张国焘不是毛泽东会师的时候 就说三个选择 其中包括一个习近计划 打动新疆 然后打动苏联 这么一个计划 林玉英转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指示呢 张国焘记载 他回忆 他说林玉英说 到川康地区 林玉英说 就是你四方面军 他说是川康地区红军 打通新疆的计划 以得到斯大林的暂取 斯大林认为 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 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 苏联将予以必须的 军云火供应 并协助训练工作 使成为一支纪律 从这个张国焘的这个 我的回忆里面 这个 林玉英回国出 转达了莫斯和斯大林的意见 我们为当初的西路军 把失败的这个历史功乱 又找到了他决策时候的 一大推力 先说到这 我们 应该说吧 张国焘 毛主席在 说他 这个 最黑暗的时刻 草地分手 事实上就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这就告一段落了 然后告一段落 那么 我们 从下一节开始 我们讲讲尾声 再讲一讲 草地分手之后的 毛主席为首的 共产党中央 和红一方面军 更新米山千里雪 最后怎么样换来了三军过后 静开眼 谢谢大家